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1962年正值台湾白色恐怖时期 当时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蒋中正政府以防止 共产主义渗透等理由颁布台湾省戒严令 路上举目皆是反共标语 国民党政府依鼓励人民告密检举匪谍 并延禁私自结党 同时为了管制言论思想 中华民国政府将许多书籍列为禁书 禁书类别甚广且认定标准不一 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泰戈尔的 飘鸟级即是其一 但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 仍有许多人在台湾各个角落暗中举办读书会 追寻自由 台风叶翠华中学三年级的方瑞欣在昏暗的教室醒来 在寻找张明辉老师的途中 遇到了二年级的学弟魏仲庭 两人走到校门口却发现溪水暴涨 于是回到校园中继续找寻张老师 但学校渺无人计 校舍中贴满了台湾省政府查封的 封条与台湾丧葬的是桑纸记中 他们发现事件并不单纯 并逐渐想起过去所发生的悲剧 翠华中学美术老师兼任辅导教师张明辉 在校内储藏室创办了读书会阅读禁书 成员包括音乐老师殷翠韩 学生魏仲庭等人 另一方面方瑞欣因为家庭 适合使学业成绩受到影响 殷翠韩便引诫她给张明辉 希望张明辉能辅导方瑞欣走出嫡草 熟料在密切的心理辅导之下 方瑞欣与张明辉意外产生了师生恋 张明辉并亲手做了一条白鹿项链赠予方瑞欣 一日早晨方瑞欣的母亲 李妙子怀疑丈夫方道琴有外遇 却遭到方道琴家暴 情绪失控的李妙子不断念佛 并向菩萨许下希望方道琴消失的愿望 方瑞欣到校后 先前因压力过大而在校室 中的历任校长校像上涂鸦一事 被负责管理秩序兼任校园思想 控制的军训教官白国锋知道 白教官希望方瑞欣不要给 他即将升官的父亲添麻烦 并表明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教官商量 朝会升旗典礼时 教师黄又欣因涉及颠覆国家罪嫌 被中华民国宪兵当众拘捕 引起骚动 也使白教官对校内所有老师展开调查 当晚方瑞欣与张明辉两人在校外优惠 方瑞欣在纸上画出琴剑 教他弹奏与叶花 方瑞欣返家后发现 父亲遭宪兵队逮捕 父亲要方瑞欣让母亲通知白教官 在他离开后 方瑞欣才知道父亲之所以被捕 正是因为母亲的检举 几日后 殷翠寒注意到张明辉和方瑞欣过从甚密 提醒他应该谨言慎行 以免让方瑞欣陷入危险 不久张明辉就跟方瑞欣提出分手 方瑞欣因偷听到殷翠寒与张明辉的对话 误以为是殷翠寒对张明辉也有爱意 想要拆散自己跟张明辉 方瑞欣一来希望白教官救回父亲 二更希望情敌殷殷翠寒阅读禁书而遭校方解聘 便利用对自己有好感的魏仲廷 取得读书会的证据并向白国锋检举 白国锋并为对方瑞欣的要求有具体承诺 只说国家会感谢你的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员到校 包括张明辉在内的所有读书会成员皆被拘捕 有的被处决有的死于行求 连借储藏式钥匙给读书会的工友也被虐杀 张明辉在临行前嘱咐魏仲廷要活下去 记住这一切有多得来不易因为自由中会来临 之后张明辉被依判乱罪枪决魏仲廷听从建议 招供以保住性命 方瑞欣则因愧疚难耐在礼堂舞台上自以身亡 以死向往死孤魂谢罪 开头中的魏仲廷和方瑞欣所在的 翠华中学是处于阴间地府式的空间 充满着阴间地府的鬼物 俩人其实是以灵魂的状态困在此空间 恢复记忆发现事实真相的方瑞欣 决定拯救被阴间鬼魂抓捕的魏仲廷 让他重返阳间以让在阳间间 狱里垂死的魏仲廷恢复生机 多年后魏仲廷因解言而赦免出狱 他克服了恐惧到张明辉的坟上祭扫后返校 到即将拆除的翠华中学 将张明辉的绝笔信与定情之物白露项链 交给了方瑞欣的灵魂 并向他表示他会永远记得方瑞欣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再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讯订阅